我認識一個副產科醫師 年紀輕心了 就胸懷大志 一直想要有兼一個行政職 有一個頭銜在那邊 他也是告訴我說以後職業 靠這個比較方便這樣 哇 他有夠會做人的 有一次半夜一點打給我 他說你一定要出來一下 他說他在應酬幾個長官這樣 他說好像院所裡面 新的升遷缺出來了 他想要把握這一波這樣子 我一到現場去 看到他們什麼心臟外科的主任 什麼主任都坐在現場 那我去我當然知道 受人之託中文之士 我就極盡所能講很多笑話 搞得大家很開心這樣 然後沒多久呢 那個TV的包廂門打開 來了那個八個 我想說哪家醫院 怎麼護士都這麼三八 教壞的那一位 我想說奇怪他們 他們的夜晚比我們的白天更美麗 後來我說 你們白天的護士等等 都噴香香 然後 他說沒有啦 那我叫傳播啦 叫傳播 什麼 然後他們很專業喔 一來一瞄眼就知道了 好啊 就是梅花座 女生擦在男生中間 他們想要巴結的 那個新到外科主任旁邊那個 很明顯的就是 屬比較貴的那一種 然後整場嘻嘻哈哈這樣子 快樂的不得了 好啦 那個 好笑的來了 那麼新到外科主任啊 那九過三選以後呢 就開始抱怨說 最近有些煩惱 好 說什麼上個月的那個刀啊 然後家屬在抱怨 好 說什麼沒弄好等等一堆的 我就看到他們每個醫生喔 貓起來喔 在巴結那個外科 那個祖孫醫師 他說 怎麼會有人這樣講你呢 不會吧 欸 拜託 你如果不行還有誰行 別忘了 主任 人家叫你什麼 那主任還抓頭 有嗎 人家叫我什麼 人家叫你 台灣第一刀 然後 喔 等一下 好會同喔 他一講台灣第一刀喔 旁邊那些傳播妹 好像是訓練過的一樣喔 馬上風起雲湧 欸 什麼台灣第一刀 我看我們主任啊 是亞洲第一刀 然後那個人說不不不不 他是地球第一刀 不不不 他是銀河系第一刀 東扯西扯 然後現場開始在那邊拉群組了 我說主任啊 像這樣出來很好啊 以後我們就常出來這樣聚會啊 不是很好嗎 主任可能酒會好忙 好慶喔 好慶喔 就拉那個賴的群組 一個月以後呢 我就遇到那副長哥醫師 欸 你那個勝官的事情怎麼樣 沒有啊 就後來沒笑 欸 你那個主任呢 主任 他退群了 然後為什麼退群 如果江醫師在現場就不會這樣 絕對沒好事 那個有的人 他不是沒有定事感 他是自己在騙自己 我認真的 他就是鴕鳥心態 當作沒事 就以為後面的發展會真的沒事 我有一個朋友 我大概從高中認識他 因為我們是高中同學嘛 他就在吃檳榔 我們那個學校算校風很嚴謹喔 他有辦法 吹香香在吃檳榔 吃吃吃 然後我們就一路也來台北工作 然後我們也都 一直有密切在往來 他有一天就去泰國玩 他去泰國就買很多零食啊 有一些他也看不懂 那個寫什麼意思的牙膏這樣子 他也用泰國牙膏在刷牙 他妙的是什麼呢 他有一天 他就張開嘴給我看 他說 我那個這邊啊 裡面啊 那個聯膜那邊 怎麼 那些白白的啊 我說白白的 這個你會不會是吃到什麼東西 不是不是 他一直懷疑說是因為刷了那個 泰國的牙膏 品質不好 他覺得是刷到劣質的牙膏 黑心牙膏 對 然後腐蝕這樣子 然後我跟他說 你這個要去看牙科吧 叫人家幫你檢查一下 那不要啦 那小題大作 他跟我講一大套 他說醫生說這樣 看一個影子給你生一個小孩 你給他三顆鵝啊 他給你賣鵝啊 然後 他說 他的理論也是醫生專門在嚇人的 就不處理 其實他那個有點越來越嚴重 因為他本來在聯膜對不對 後來舌頭也有這樣 有一年呢 就是他就要過40歲的生日 然後我就想說 那來我家嘛 一起幫你慶聖這樣 然後呢 飯局當中有一個 是我老婆姊妹她的男朋友 他就是牙科醫師 幫他切完生日蛋糕 煮你生日快樂 唱完他也很開心 他就 太好了 今天太開心了 他嘴巴張得很大 然後他旁邊 那個我那個 老婆姊妹她說的那個牙科醫師男友 就瞪著他看 然後那個牙科醫師喔 那個臉有點震驚你知道嗎 他說你有去檢查過嗎 醫生怎麼說 沒有啦 幹嘛檢查 這個沒事啊 然後那個牙科醫師說 你這個很可能就是 口腔白斑 一天他聽到白斑 心就放了一半了你知道嗎 白斑 對 斑 因為我們皮膚也會長斑 我們皮膚呢 斑更多的 還長牛皮癬耶 對啊 他說白斑 斑這種東西應該很 過一段時間就會不見了 或是會消失怎麼樣 那個牙科醫師呢 講了一句呢 我們都為之震驚的話 他說這個 然後呢 講這句話有點模擬兩可 所以問那個朋友說 你看吧 你看吧 醫生講話是不是都這樣 老電技 你說的是什麼文法啦 什麼 白斑不會變成 不見得變成癌症 癌症一定來自白斑 你說這是 各位要聽到嗎 好 從他第一次 他發疑是牙膏造成的 然後到牙科醫師發現他 口腔白斑 已經拖了一年了喔 然後等到 他痛定失痛 因為他老婆 因為他老婆是護理人員 他老婆覺得 這個已經很不對勁的時候 要他去大醫院檢查 把他拖到大醫院的時候 已經過了一年半了 一檢查 他最不願意面對的事情 他每天都要 自欺欺人的事情 真的發生 那三個字出現了 口腔癌 那個就是口腔癌 一個才40出頭歲的人 因為我們聽到口腔癌 都是50歲60歲那種的 40多歲 然後呢 才剛生了一個兒子 就要面對這樣子一個 複雜的一個醫療 到現在還在醫療啊 就化療啊 電燒啊什麼一起來 早知道他才一年半以前 放這個狀況趕快去處理不就好了 我後來問他 我說你都沒腦不緊 你沒神經喔 他說有 他說他自己Google 去查網路文章 他也知道 如果真的是口腔白斑的話 那個嚴重性 但是他告訴自己 不會啦 不可能啦 那個就是嘴巴破皮啦 可能腸吃檳榔 磨破皮啦 應該沒多久 癒合就好了這樣子 他就一直在騙自己這件事 可是那個也不會痛對不對 到了後面會痛 前面啦 前面白斑的時候 前面就是白白的這樣子 剛剛醫師講得很對 就是因為人 這個生老病死 這就是不可免的一個過程 那有的人他已經老到 其實醫師自己心裡有數 都知道說這個記憶治療 其實就是多拖半年 甚至說多拖一年 他生命是要過得精彩 快樂比較重要 還是說要躺在病塌上面 那我自己的爸爸 就遇到這種狀況 我爸爸一輩子身體都健康 他差不多85歲以後 慢慢的一定 老化 就叫老化 那個老化 醫生也沒辦法說什麼 他就說這個就是老化 能怎麼辦呢 然後89歲的某一天 半夜 你知道那個家屬看到 長輩這樣咳血 嚇死 會嚇死嗎 讓媽媽哭到 哭點搶地 我爸爸還無所謂 有冰殼還 還安慰 因為我爸爸是 我爸爸有 以前那個年代嘛 就可能受訓了 三個月半年 搖身一遍 就真的在幫人家打針了 對 對 然後退伍之後出來開診所 那個叫總統牌的 總統牌的 以前我有一些人叫總統牌 以前下下很多秘衣 秘衣 那不是秘衣喔 他有執照 他有執照 我已經在咳血在吐血了 那我跟我哥合力抓住他 必須講我爸都比我們高 因為我爸在176公分左右 我跟我哥都沒有超過170 兩個人家他出場 我爸拿來的神力 他說不要 他還安慰我們說 這自然現象 所以老人家到這個時候 還能夠這麼豁打算不簡單 然後他說相信 他說相信他 這個把他送去醫院 送進去就回不了家了 那不可能 家屬沒人會接受這種說辭 九牛二虎之地 硬把他送上救護車 然後送到醫院去 那醫生檢查就是 胃出血 咳血 胃出血清淺沒什麼 對啊 救援就好 那我爸爸每天吵著要回家 吵到那個怎麼樣 因為他整個是躁動不安的 還得要把他固定住 然後因為慢慢老 又稍微帶了一點 那個 可愛 帶點可愛 然後可能稍微帶一點 人家那個是大醫師 然後我走過來 你那個小醫官 過來 醫生 然後醫生嚇一跳 他想說鼻子怎麼動 他就是那個部隊的回憶 全部都湧上心頭這樣子 來 那個治療完以後 我回到家裡面 他就告訴我們說 他不要再去醫院了 後來我是私下有約那個醫生 可能名人還是有點受理喻 那個醫生還願意見我一面 那個醫生 在咖啡庭坐下來 從那個包包裡面拿出一本書 是一個日本作家寫的 叫做 老 摔 死 很嚴重 你爸爸的問題 在這本書得到解答 是寫什麼 是有什麼 是有什麼那個 藥單 還是有什麼 什麼那個 解救爸爸的嗎 對 一打開 全部都在講人生智慧 跟人生哲理 那個日本有一個機構 他專門在收養 收容這些 已經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老人 他們未必有什麼 險性的一個病狀 但是就握在那個療養機構 每天下棋 慢慢到盡頭以後 躺在床上 他如果告訴你說 他吃不下了 醫院又怎麼處置 那怎麼可以吃不下 家族說他吃不下不行 你要餓死他 你要讓我當不孝子 那家機構他不做這種事情 那個吃不下 也是老化即將死亡的 一個正常的狀況 你如果甚至連旁邊茶劑 那杯水 你都拿不動 你都無法自己 拿那杯水來喝的時候 不要勉強他了 吃進去也吸收不了 那反而吸收不了之餘 還會怎麼樣 吐了之後去卡到肺 被人肺炎走掉 所以他們那個機構 每個人走都很安詳 因為就是慢慢衰亡 然後慢慢進入一個迷流狀態 所以那個死亡的過程當中 死亡過程當中是快樂的 所以我說我爸爸也是這樣 因為我爸爸就 在那個階段之下 我看到那本書就覺得說 那可能是這樣吧 聽爸爸說 因為爸爸堅持不積極治療 他說 你們誰給我電子 你們誰給我擦什麼 我跟你們誰聽命 我死不瞑目 講得那種很嚴重的話 講到我們家裡面都嚇死了 好啦 最終回到家裡面 在家裡面大概躺了半年 他每天也很快樂 抱孫子回去給他看 鬥孫子含一弄孫很快樂這樣 某一天的夜晚 他就咳嗽了三聲 然後就這樣 所以這給我們一個省思 他走得很安詳很快樂 他也沒有任何痛苦 他走的時候 身上也沒有插這插那的 所以確實給我們一個 對 給我們一個省思 就是說是不是真的 尤其特別是對長輩的時候 需不需要用那麼 帶著痛苦的那種 那種強迫的治療方式 以前一個女藝人的電梯 然後有一個終點男士問他說 你叫什麼名字 你問我叫什麼名字 奇怪 然後一講完之後 那女藝人還很實態 一講完之後 自己覺得好像 就放屁了 後來聽聽門打開 他還跟人家說 剛剛有一個終點男士 然後旁邊的工作女人 終點男士穿西裝 紅色領帶 我碰到一個是在醫院發生的 那個我那個朋友 我們小學同學 國中畢業就在當黑手 然後從黑手變成黑道 就在混流氓這樣子 有一次就在一次打鬥當中 就被刀子砍到 受傷了 後來就送到醫院去 然後在醫院治療期間 對那個護士就產生了感覺 因為那個護士 看我那個朋友那個樣子 也知道他是混那種流氓那種 因為身上會刺青 然後那個護士 基於他的這個職業 除了幫他醫護之外 也常常會帶他枕邊 唱歌給他去 那唱的歌我認為是不吉利的 都會唱那一種 拍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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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話 那一般人聽了可能會抓狂 但是我那個朋友不會 因為他覺得這是 他覺得老天爺就是派他 要來教化他的 那散開熱烈的追求 他沒有用 因為護士知道說 這個有時候跟這個黑幫 在一起總是一條不歸路 而且他護士 他也想要更上一層樓 他的爸媽也希望他去 跟醫生在一起 後來我那個朋友出院以後 打了幾次電話 這女生似乎不太理他 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就是也沒什麼錢 然後還可以幫混的 也不是很有成就這一種的 還沒到大尾 然後我這個朋友後來發奮圖搶 他就想說那應該要金盆洗手 所以就變成努力工作 他去參加某大知名的直銷體系 因為他過去也有些人脈 他以前是賣兄弟茶 現在升級了 不要再賣人家兄弟茶了 賣人家保養品 阿楓膠 直銷 就是比較好 他跟我講說 他那個從直銷賺到錢以後呢 第一件事情 回台中老家找他媽媽 叮咚叮咚叮咚 媽媽幫你一開 看到兒子回來嚇一跳 沒有 我沒有錢 妳要跟他扣一下 我嚇一跳 他跟兒子說 媽 妳要怕我啦 普通嚇過 好劇情喔 然後從氣氛口袋裡面拿出 一包二十萬的錢給媽媽 我現在不一樣了 我現在不在賣兄弟茶 我在做直銷 媽媽到我會感動這樣子 好啦 那因為他心系的這個護士 母年的時間 終於讓他拼到成為那個 因為他從直銷賺到人 成一五金 後來就變成五家公司的老闆 所以他決定呢 回去找回這個護士 可是那麼大的一家醫院 他也不曉得護士在哪裡 他也不好意思說 到醫院去怎麼用廣播啊 林淑芬 你在哪一科 請趕快到櫃台來相見 怎麼不能這樣 多有心啊 他明明身體健壯不得了 他到每一科都去看診 先從心臟科開始 我心很疼 不知道怎麼 那個醫生幫他聽 沒有啊 隔天又去掛腦科 什麼科都掛 到最後呢 掛到那個 每一科可以掛的 掛到泌尿科去 到了泌尿科 他跟醫生謊稱說他得菜花 你看 為了對這個護士這麼有心 然後布幕拉起來 然後那個就要檢查一下嘛 褲子脫下來 然後護士進來要來看狀況嘛 這個護士一進來 因為掛著口罩 這個大個啊 看到這個護士 整個倒退三部 阿婚 你不要遠到口罩 我真的不說阿婚 就把口罩拉下來 沒有 果然就是林淑芬 惡然出現在他眼前 這已經是他掛的第六個科了 他褲子穿上了嗎 褲子褲子已經脫了 所以他跟阿婚再度重逢 然後是超酷的 坦誠相見的狀態 是內褲退至膝蓋一下 不是 我以為是阿婚 看到他跳底才認出說 就是你喔 阿婚終於看到他的長處了 沒有 就從這一次機緣開始 因為阿婚也覺得說 你大個 你也太有心了 後來一聊天之下才發現 他已經不再是大個了 人家現在已經是正當的生意人 就幾次約會以後呢 就結婚了 我那個上個禮拜跟他們聚餐 人家現在三個小孩 家庭幸福得不得了 等一下 如果 當時阿婚如果再婦產 或小兒科跟著他怎麼掛呢 那他就沒有辦法掛付 沒有 他 找不到啦 因為他肚子也滿到啤酒肚啦 我撐他白癩就對決了 我還要趕快 我還碰過那個朋友 那個老婆生產 然後我們就信高台列去看他 想說帶點吃的給他們吃 剛好醫院門口呢 一攤在賣韭菜盒 我賣好多 然後就上去了 來 吃一吃吃 但是我們不知道啊 然後產婦也不知道 產婦也在那邊吃啊 吃到一般的時候 醫生進來看到 倒退散步 退奶 你幹什麼 醫生講是有這樣啊 然後產婦 那個一口一口還咬著喔 不行喔 醫生說當然不行 然後產婦說會怎樣 會怎樣 退奶 退奶 原來吃韭菜會退奶 我知道 我不認為吃韭菜會比起退奶 反倒是醫生在聽話呢 讓他產生壓力 一講完以後 你就感覺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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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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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